买房别买漆房 买游戏别只看预告片 这个游戏是极限竞速的一款新游戏 现在各位看到的这个视频 是这款游戏在2022年去年出的一个预告片 和现在最终版2023年一年时间过去了 看看有多大差别 我挑几个画面 各位看一下 虽然都是4K的画面 也都是60帧 但是表现出来的是很不一样的 这是预告片中车损的样子 这是2023年真实版游戏的最终版 车损之后的样子 如果一个一个看我觉得差不多 但是这么来看 对比着来看 我更喜欢看去年2022年的那个样子 因为那个比较真实 右侧这个也很清晰 但是不如左侧这个感觉更真实 现在这段是光反射 现在看到的是去年的预告片 那这个是今年的 车漆的光泽光芒 这是22年 这是最终版 你更喜欢哪个呢 游戏最终版的演示用的是PC 最高特效 而且是开了光追的 我觉得区别最大的就是这个光线 上面是去年的预告片 下面这是新版本 这很显然 左侧预告片中是有光泽的 是有光线的 右侧的夜晚是纯黑的漆黑一片呢 这就差的有点太多了 这是去年的预告片 看着光影很漂亮 夜景很漂亮 还有烟花 到了23年 一片漆黑 这个有点太搞笑了 这段也挺有意思 这是预告片的 路旁边的草 那么真实 这是最终版的 草花都没了 只有几颗 这区别也太大了 左侧这像真实的 像照片里的场景 右侧 这感觉真没做完啊 这段看的也是植物 现在是预告片的植物 这是最终版的植物 我们注意看这个围栏 就是这个围栏上面的草 现在最终版上面草就这么几颗 这是预告片的草 看这有草 这有草 密的 输的 大的 小的 现在到正式版里边都没了 除了落叶 这个围栏就几颗草 这个草是要靠运算的 很显然左侧的画面更真实 右侧光图图 虽然很清晰很锐利 但是没左边看的舒服 看的真实 这是预告片的场景 现在看到的是光线 白天到晚上 现在是最终版 左侧的那些烟雾也没了 左侧特有这种景深的感觉 右侧感觉是平铺直续的 这款游戏首发入了XGP 有PC或者XBOX的同学 可以在10月10号就可以玩到了 好 以上就是本次志愿全部内容 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写到评论区